镜头前的小男孩名叫想象 2016年5月10号 我们在北京儿童医院的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病房里 第一次见到这个可爱的小家伙 从此他的样貌就深深的刻进了我们的脑海 想想不仅头部肿胀的像个皮球 并且脖子的粗细几乎是同名孩子的两倍 一岁半的他因为呼吸困难做了气管切开手术 无法说好只能依靠人工鼻呼吸 爸爸伍文强是一个90后大男孩 来自吉林今年刚刚26岁 妈妈珊珊是个北京女孩 虽然她比自己的丈子年长两岁 但她却一直管老公叫强 年轻的小夫妻看着年纪一岁半的儿子 遭受如此的磨难 心里始终无法接受 大公鸡怎么叫啊 我学大公鸡叫 你跟爸上他 这是想象刚出生时的照片 这场是想象的百天照 那时的想象跟普通的孩子看上去并没有什么不同 直到五个月大时 爸爸妈妈发现了想象脖子的异样 当时就觉得可能不知道这边有种 一直是以为去玩 做一些小肌宝手术的忙 但是想象的那男孩女孩有个小霸佬 动作呢 始终是抱有 抱有什么想法 吃药也许不下去 和我对我们一直那么想 然而三个月后 想象的脖子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发生了变化 根据医生的诊断 想象得的是一种淋巴管畸形 这个病在全世界医学上都是一个难题 最新的影像学资料显示 目前想象体内的淋巴管流扩张的范围 从脸的周围开始到颈部 一直到下面的胸部 胸腔里面 包括两侧的液窝 全都长出了肿瘤 肿瘤随时会因囊内出血而变大 从而影响周围的器官组织功能 现在肿瘤已经引起了呼吸困难 接下去甚至可能会造成想象无法进食 可以这么来 吸带着孩子身上 从上到下有很多很多定期他来 哪个引爆了 对他来讲都可能是有知名 在北京儿童医院接诊的同类型病例中 想象象这么严重的情况 也实属罕见 但是实际上这个手术按理说 一般医院是不会接收去给他做的 明知道根本就是切不干净的 从颈部一直到胸腔这么大范围 你要全切了的话 那神经损伤 血管损伤 人活着都没有意义了 现在即使能活下来 也是残疾重度的那种功能不全了 做呀 那怎么办 得做 不做吗 不做的话会更严重 就是我们的目的 首先是摘着管能说话 可能犯罪孩子从前有无数台手术 那我们也得做 家长强烈要求就是说 不管我们做多少次手术 哪怕每次切一点 我们也不能就这么放弃这个孩子 所以我们就愿意跟他一起去努力吧 争取把这个结果做到最好 但真的是结果也是无法预料的 看到来接他去手术室的医护人员 想想开始焦躁起来 让您看一眼手条 定例在您那儿吧 这儿签好了 哎 行 谢谢您 来 补好孩子就行 妈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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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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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孩子你别哭了 我说那个你就行 我不哭我感觉好 我没准明天 阿姨说没准明天就出院了 然后你就再 就离开这个地方再也不回来了 咱们再也不回来了好不好 我说好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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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能替你 你辛苦一点 妈妈 能替你的妈妈 妈妈 都替你 好吗 这样我孙子蛮好了 什么意思 我替她做啥都行 想象的这次手术 由北京儿童医院的院长倪欣亲自带队上队 集合了耳鼻咽喉头头颈外壳 胸外壳 麻醉壳的十几名带子 一场与肿瘤争的战役 就此打响 整个手术风险 主要是三号 神灵损伤 出血半截 将来比如工的出院七碗漏十碗漏 工厂将来也有可能第二步 一天接着看 医生先在祥算的颈部 小心翼翼的解开一个长云十公斋的起口 重点就是从疾病开始 穿过肌肉包容的血管一路全都有 长的范围比较离散 手术风险难度比较大的 你在做的时候呢 第一主要就是把整个流体冲通暴露出来 然后第二的话呢 因为解剖要清晰 要把她整个血管的走向 神经的走向要明确 因为她流的长大的以后 她把这血管神经已经变形了 所以呢 我不能按照原来的正常人体解剖部位去寻求 按照她整个流体变形的去寻找 然后再说 小小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对 真棒 是大大 哎呀 吴翔你真厉害 他来到这世上到底是 我们本来 他给我们带来快乐 后我们给他带来快乐 对吗 就是孩子来了并没有错 没有罪 为什么他要重生这么多痛苦 我让他重生太多痛苦了 这是让我最后悔的地方 我宁愿他 我宁愿他可能没有看过这个世界 但他没有这么疼 没有这么难受 而这些痛苦这些难受 我们都 我们都 我们都不能代替 我们只能看着 然后 我是关于八个月的时候 查出这个小阴影 都没在演 然后我就觉得 就觉得他每天在肚里替你 我们在那儿活着 他总是不行 经过长达两个小时的仔细寻找 想想颈部的动脉血管和静脉血管 还有主要的神经 终于被医生们一点一点 接下来 医生开始沿着动脉 小心翼翼地切除掉颈部的肚子 两个多小时后 一块儿足有一斤多的肿瘤被顺利摘除 终于把面膜这块切完了 一大块 瘤子切除以后 医生们打算拿去做病理研究 希望能从中找到 详细发病的原因和线索 颈部的肿瘤处除以后 是胸腔肿瘤的切除 而这是整台手术难度最高 风险最大的部分 尼新院长找来了 翔翔的父母进行谈话 但现在维多有一块长的胸腔里 它包着动脉这个瘤子 并不是很厚 经科主任建议什么 就是我们能把这个颈部 从颈跟着完全切掉 我们今天的目的胸腔就不想动 第一 动胸腔风险太大 碰到一个 估计它就像 但是它现在为什么必须要动 因为这块太大了 影响功能 然后下一步 你可能喘气不行 吃饭不行 然后它现在瘤子 把这个血管也压毙了 我们刚把血管解泡出来了 那么解泡出来以后 把瘤子掀开 它瘤子这个血管就已经捧起来了 对吧 实际上对它就能够恢复 太好了谢谢今天 这个就是它 实际上这个东西本来应该非常大的 但是它其实就像气球一样 谢谢谢谢 一个大的气球 你给的气球 其实很小 它里边全是长叶子 愿不得香香不得劲 这是这么大的大 不是小大 全都是这的 嗯 没事没事没事 好烫腿好烫的 好了这回没事了 好了这回没事了 没事没事 走 走 走完了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太过了 谢谢太过了 这不是你打得点吗 冷不冷 我得观察他那个胸困 特高兴 九死一生的感觉 现在活过了 喝茶太大了 今天早上有一次带着会计计的话 有一阵发毕业 气疗他受压力以后 他一口脑压力大 气疗压力 上机器 气很高的氧气能量度 他一旦有脱管理性的话 就要命 手术的话局部除血和肿胀 水中气 整个这个静脉都已经 你都成现在受压以后 就是扩张了机性能力 吸我耳朵变化 理想 原来想想从术后的第二天开始 相继发生了多次心率下降 兵器的现象 这让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十分紧张 重症监护室的医生 这是最关键的 因为你这个气道不弄通了 这两天他都过不去 至于他那个气管 周围或者就这么多类的帘子 还需要动 或怎么动 然后可以呢 稍微有一个缓 通过对祥像进行喉镜检查 在祥像气管插管的下方 出现了一些 类似于肿瘤物状的小肉痒 而这些肉痒 几乎堵住了 祥像气管的五分之四 祥像随时可能因气管阻塞 发生窒息 慰藉生命 孩子有多凶险 他因为他本身呼吸的 就比较费力 他的劲儿没有那么大 但凡是有一口痰 堵在那儿的话 那当时就窒息 就憋死了 就是他感觉的 就是那些 我们哪怕呢 这两天呢 再整个换一个 气管套管 或者气管插管 稍微帮助压一压 经过多个科室医生们的会诊 他们最终选择 通过纤维支气管镜下 进行激光手术 来清除掉气管内的肉牙状肿物 我们用最快的速度 来选定几个抑郁医院 那么第一个抑郁医院的话 就是我们在床头去 用纤维支气管镜 去解决他气管内的堵塞的问题 第二个抑郁医院 就是我们从六楼的ICU 到九楼的手术室 去做这个手术 对于手术主要的大夫来讲 就要做一个选择了 但是发现在六楼的ICU 它的这些救援条件 救援的设备 包括应激救援的措施 都不如手术室 去做操作上更加的安全 实际上去手术室的 这个转运的风险 也是有的 手术当中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一些风险 这也是有的 它实际上就填平了两端 一端的风险和另一端的风险 每一边的风险更大 我要在国导当中确述的 做一个决定 那么最终我们是在 张杰主任介入废科 我们共同商量方案以后 跟女院长汇报 女院长最终批准 我们到手术室去做 我们选择了一个 离ICU最近的手术室 需要的手术器械 从另一个比较远的一个手术室 尽快地转运到这个手术室来 白乐呢 其实现在就是不一把 不一把 觉得这个手术 这次做可能非常重要 但我们就觉得呢 有这些风险 做呢 它可能还有一线机会 能让我们学习过来 如果不做这个 最后这个 就会变死 所以现在说句 清楚点的话 现在就是司马大国满意 敬礼 我想让孩子加油 我觉得很小 我还能撑不住 我才有什么 我觉得很多 我们家 是妈妈 儿子 用妈妈换啊 一会加油啊 一会可能稍微有点不舒服 因为妈妈不会做手术 妈妈就不能陪着你 但是妈妈在门外等着你 妈妈一直都在 妈妈哪儿都不去 好不好 小翔你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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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翔最乖乖 小翔加油 小翔坚强 小翔是妈妈 这个最棒最棒的宝宝 妈妈这个不能替你 妈妈能替你的 妈妈都替你 现在妈妈 你动眼睛了是不是 妈妈看见了 妈妈都在啊 妈妈默默啊 哎呀 想想好乖乖 小翔坚强 因为气管严重阻塞 从想想拔掉呼吸机 赶赴手术室的这一刻起 它就随时可能发生窒息 走走 因此重症监护室 和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两位主任 全程护送想想 就在想想被推到手术室门口的那一刻 想想突然全身抽搐 挣扎在死亡边缘的想象 还能被救活吗 手术通过一根太有极光靶向探头的导线 从想想的气管进入 切除肿瘤的激光 它是可以把这些种物给消融掉 它底色的这个位置呢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喉结的下方 在坐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激光 它实际上这个头是太细 它只像一个针尖那么细 那么这个激光它消融的速度是有先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孩子增加一分钟的时间 就会增加一分钟的风险 不要往前走了 你看到了吗 你看到了吗 它整个这一定有东西 看到了吧 来来来来来 多一个啊 哇 让人在心围直径下激光切除的过程 太耗费时间 孩子目前的心肺功能可能无法承受 孩子们正好 是 既然说 想出什么 应该是 他说 你是 我 他在心肺的 新年 他在心肺功能 我 我 就 这 小 那 这 这医生暗显尝试经头讨论硬性器官精 以便使用较大的手术器械进行较快的解释 好了 得给我拿个摄影器 摄影器有了 有没有摄影器压着什么 我们把这个总目切到与区板平息 看不见总目了 我看一看 好 这是什么 病例分析的结果对想象来说十分钟 如果是领导管流生长进去 那想象能活下来的机力微乎起 如果只是普通的肉牙 那么通过不断的激光靶向治疗 就可以化线为你 因为这种人们继续了 我来自为再集中 我来自为你 我来自为你 没用 我来自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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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自为你说 北京大同医院以两次成功的手术解除了想象呼吸困难的症状 就在想想回家休养等待胸腔手术的时候 想想左侧颈部的肿瘤又长起来了 回家有休息离诊了 但是右边切完了又切完了 这是让我觉得挺痛苦的 说想象如果保守治疗的话可能活不过一年半 2016年6月20号 生命员栏目经文强夫妻的同意播出了想象的故事 栏目组第一时间为他筹集了8万元救助基金 与此同时想象的故事也得到了媒体同行的关注 后来我就问家里边还有什么困难 这想象家就给我说说你们当记者的呀认识人多 你能不能帮我们再打听打听 咱孩子还有救没有了 后来想象的爸爸妈妈又给我说 说即便咱家的孩子没治了 如果谁能够研究咱自己孩子的这个病 能够为其他的得这个病的孩子提供点帮助也值了 这个话呀在我心里边就很重 董记者经过多方打听 得知北京世纪谈医院淋巴外科的沈文兵主 是国内这一领域的顶尖权威传奖 他代理的团队在淋巴管疾病这一临床医学领域 研究了28年 他们是国内目前唯一一支研究淋巴乳女疾病的医生队 我们当时头一次联系了主任想拿片子过来 跟病理给主任看一眼的时候 我没保什么希望 因为我觉得这是个成人医院 沈主任看完之后给我讲了几条 让我觉得耳目一心 肺淋巴回流不好 是我对孩子的直观感觉 感觉就是肺的病面是比你的淋巴回流事意图 每个脏气的淋巴回流 都流向颈部两端进入血液循环 为人体提供免疫保护 肺部淋巴回流受阻 会导致肺部淋巴管畸形 正向流动的淋巴液会倒灌进肺里 而这会使患者发生憋气和呼吸困难 全球范围才只有几十例 如此罕见的乳密疾病 居然详细碰到 我唯一害怕的就是神主人不接我 因为人家不缺名利 也不缺就是病人啊什么的 全国各地来找他 已经导致高度了 我干嘛为难自己 我走得好了 我好了 我不好 那你怎么吸呢 我们带了那个乌化器 带了鸡汤鸡 五号是粉色的 从这个疾病来说 目前也是淋巴外科碰到的 包括涉地脏气的 心脏的 呼吸的 消化道的 善道 它风险性是最大的 它假如得不到治疗 这孩子一定是没有了 想象是不幸 从出生一开始 就被病魔阻住了咽喉 想象又是适应 因为他总能遇到 一位又一位 人心人数的医生 只要患者 家属 能够一起来面对 我们就会 伸出手去 我们这么做 一直是这么做的 我们进来之后 一直给我们做点咖 CT 核磁 加强CT 血象是三项 淋巴造影 淋巴血象 就没有停 然后所有的就都出来了 然后我就发现孩子 其实比我想象的 有严重的能够 这次 他能局处逢生吗 这一天 沈文斌主任请来了麻醉课 头颈外课 胸外课 心脏外课 呼吸课 影像课 放射课 等十个科室的主人 以及医务处处长 对详象的病情进行会诊 生命园栏目 全程记录下了这个 复杂艰难的讨论过程 这孩子里面的温度 比正常尿大 费力反而很明确的 整个的病原范围 可能是非常非常大 从这个皮下到这个肌肩 颈翘的周围 一直到腌部 全都是满 会课中 十几位主任通过对孩子 影像资料的观察 很快意识到孩子病情的严重程度 首先要通过解剖颈部的肿瘤 缓解气道的压迫 然后打开胸墙 摘除纵阁周围 心脏周围 肺部周围的肿瘤 而在这个过程中 必须要精准地解剖出血管 神经和胸导管 若有毫厘之差 孩子必死无疑 而摘除肿瘤 并不是最终目的 最终目的是要把淋巴管解剖出来 阻断乳敏倒灌向肺的通液 让淋巴回流的路径变通常 解决淋巴液往胃里倒灌的问题 面对这样复杂的疾病 医生们不得不考虑 如果要救这个孩子 该怎么救 救治的目的是治愈还是缓解 手术成功治愈的把握有多大 手术的风险有多大 万一手术失败 会产生医患矛盾吗 目前为止诊断 众得很大 施照的压迫肺的种改变 手术是唯一有可能有效的 但手术的风险很大 因为这样手术可能全世界没有人这么做 如果保守治疗一年半 开始感受世界了 说句难听话 一年半我回来在紧急墙就要去治疗的时候 她的肿瘤在撑到什么样 她的肺能接受吗 她当时身体状况能不能接受手术 当时还有没有这么好的医疗条件和环境 我都不确定 如果让你选择的话 你会怎么选择 你难道会选择 选择让你亲爱的孩子 慢慢地在受病痛的折磨 慢慢地去面对死亡吗 我要拨一把 我不能让他快到死亡的时候 我才去拨 年首时间比较长 创伤比较大 小孩又小 心肢功能又差 对我们麻族的人说 但很多很难的问题 那个可能在对全国来说 这个病人都是 都是一个男的 非常非常大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 非常非常新鲜的一种 工作的没有任务 没事没事 等一会就好了 谢谢我没事 爬吧儿子爬爬 爬爬爬是我 不摇头 不摇头 你干啥呢 脑子挂了 不动 肯定整事呢 我儿子不会说 但是我可以替他选择 因为我要让他活着 如果今天拨一把 出现了任何闪失 我没有什么可怨的 因为我们尽力了 我尽力了 谁呀 如果慢慢熬着 我儿子没有了 我就后悔一倍 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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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往最坏的去打算 往最好的去努力 是 因为我儿子指的好 也不好 就是不想让高度的进去 不然我们有一个方向 结果是如何的 如果我儿子真的有 什么问题了 在咱们家如果真的能够 得到一个突破 我觉得也是 多起床 9月6日早上7点15分 距离手术开始 还有一个小时45分钟 沈文斌主任刚到医院 还没有来得及 换上白大褂 就先走进了想想的地方 大眼见 孩子进去以后 你不是还要跑一趟 我们院门科主任 希望背一个 背一个人 那个寡和人都比背两个 行了啊 我不跟你待着 再见行吗 跟爷爷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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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欢小红枝呗 是吗 妈妈珊珊照顾想象 一心没睡 困得眼睛快要睁不开了 爸爸文强在床上 摆满了各种颜色的 小汽车模型 姥姥专门给想想煮了鸡蛋 寓意今天能求得手术的圆满 你喜欢哪个小汽车 上午八点半 妈妈抱着想想 准备送她进手术室 爸爸文强把想想最喜欢的 红色小汽车 逼到她手中 耳朵给你个小汽车了 红车车 想想 真棒 后十二学会了 想象的标志性动作 真棒 刚刚走进去往四楼手术室的电梯 想象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她开始哭喊 但还是发不出声音 她肯定要躺不下 一躺一百分之百就 就不 没事没事 就在大哥这 这也不够 玩了 在手术室门口 想象张大口哭喊 使劲抓住妈妈不放 医生们只能选择 先给她用镇静药 看一下咱们的书宴呢 咱们是要书宴 没事 没事 妈妈 妈妈 主要给我的 那一个 对 只能 您и 员 您 他 您 您 对,赶紧进,赶紧进,我要监测 等一会儿先让胡杀给聊天 不行不行,走吧 先让他走 先让他走 就走 妈妈在,儿子 走吧,快走 快走快走快走 妈妈在,妈妈在 走了,想想一起啊 妈妈在,妈妈在 没事 妈妈 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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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点48分,想想被护士抱进了手机身 她的手里还紧紧张着那样黄色的小旗车 拿掉那个车 想想首先要闯的是麻醉管 在北京世纪潭医院的历史上 对一岁多的小孩进行长达十几个小时的麻醉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北京世纪潭医院的党委书记 同时也是麻醉学博士生导师的李天佐教授 亲自上阵指挥 为了保证在手术过程中 想想呼吸气道的通畅 世纪潭医院专门 世纪潭医院专门请来了北京儿童音乐 介入费客的交温下注 由他操作一根2.8毫米的超新气管 从详细的口径 从详细的口径 这个投资前都蛮只有摄像头 通过它 我们能在电脑显示屏上 清晰地看到详细气道里面的有些情况 对 对对对 看见看见看见 而其实 沈文英全和博警外科的卫博剧主 早已经在手术室准备进入战略状态 他们估计要在不伤到血管和神经的前提下切除中 还要解剖并打通淋巴管 这个不是淋巴呢 它只要做过一次后面就好 一些重要的血管神经都在脖子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如果你要是 就开局不好 后面就无从弹起来 作为世纪谈医院投进外科手术的医保 卫主任成为想像此次外科手术 战场上的选择 上午10点20分 外科手术正式开始 想像的脖子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内 被医生们小心翼翼的切出一个长达10公分的切口 医生必须掌握好力度 因为从皮肤深入三公分就是人体的动脉静脉血管 如果血管破了 想像将会在三分钟内 引湿血过多 导致死亡 正常一岁半儿童体内的血液 只有成人的十分之一 所以医生在动刀时 必须避免出现过多的情况发生 而为了以防 医生也早已经准备了2000毫升的血管 解铺 结扎血管 打通淋巴管 一个多小时后 在想像的颈部 医生会用来结扎的浅子 就多12个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颈部 医生终于发现了想像颈部的颈内静脉 可是 让医生们吃惊的是 想像的颈内静脉 直径竟然达到三公分 是一个成年人的三倍 这个是一个颈内静脉 而正常的成人 可能都没有他这么粗 所以跟他的病变肯定是有关系的 所以血管有齐形 有变异的 所以增粗了 这个血管一旦损伤了 肯定会大出血 这次想像进入医院治疗前 夫妻俩约定了 不能哭 尤其在镜头面前 不能哭 他现在成长了是在哪 就是我觉得 要是以前的话 他会特别注意自己的形象 什么这些 特别注意 但是之后他就可能更注重心灵 心灵上的东西多一些 比如说我要快乐 家人快乐就好 家人健康就行 不是要试试的都要争 不是试试的都要判别 孩子生病把他的价值观改变了 我感觉也是一件好事 我一切都改变了 是假识观 现在每一步 可以说都是很关键 包括我们现在分离的血管 然后分离神经 每一步这个地方都是大血管 神经 所以每一步都是很关键的地方 那根什么那根 什么那根 什么那根 我们上来的 这是那个背景 这个地方我尽量不到 钱 钱呢 这得不到 因为这很深 这个 这个 12点36分 一块所有一斤多重的肿瘤 从翔下的左侧颈部 被成功切除 上天保佑 上面的颈部已经如期进行完了 应该是下面就是 又转转到胸外壳和领膜外壳了 头颈外壳的事情 目前暂时告一段了 整理情况还是不就是 还有一点 分子怎么样了 你下来了 结束了 如期完成 下台了 你终于下台了 终于下台了 现在还疼呢 兄弟 我就害怕 刚才我就跟神主人说 翻了 又翻病了 我赶紧给你监测 但是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接下来 神主人必须立刻带领团队 在高倍显微镜上 开始解剖想象颈部的淋巴管 打通淋巴回流的路径 除此以外 还要解剖出凶导管 为接下来的开心身 进行好准备 头发丝 连一丝一毫都不能捧 还要把它完整的保护下 而此时 去儿童医院拿气管套管的姥姥 也回到了世纪潭医院的病房里 咱们好像是这个 好像是这个 我先拿人去找人 你别拿 你把水两个都拿 对都拿 妈妈珊珊立刻拿去手术池 看小人我画的 对 好玩吗 负责开电梯的阿姨看到沈沈 也连忙问祥祥的手术情况 是吧 没有吗 下午六点 中午六点 中午六点 这次你也是 这是前例 好多学生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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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走了就见 是吧 路过手术室门口 近视三百度的珊珊 使劲用手眯封着眼睛 朝手术室望去 她希望护士能帮她 给睡梦中的儿子 烧个话 想想加油 想要坚强 然后就是说 爸爸和妈妈 嗯 会在门口等你 然后要说 您可以说 阿姨阿姨 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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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爸爸爱你 爷爷奶奶爱你 老老爷爱你 你别教你老婆 就这些 我知道大家意思 就是这些话 下午2点26分 想想胸刀管的上半段 被清晰的解剖了出来 胸外科江主任开始上台 对想想进行开胸手术 皮肩已经切开了 现在咱们披胸 披开胸股以后 希望这个胸腔里头 纵管里的瘤子呢 好难一些 因为对于这么小 一岁的小孩 创伤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手术这一关呢 非常非常的难 开胸切除心脏和肺周围的肿瘤 是此次手术中最难的地方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而流失 想想胸腔里的肿瘤 也被一点点的切入 我们已经把左侧的胸腔里的瘤子 拿着右侧胸腔里的瘤子 拿着大一部 拿着气管旁的瘤子 包括周围的瘤子 都已经拿着肚干净了 医生们把每个部位的转捩 做好标记 存放在医院后一旦 准备拿去做病例分析 然而想想最危险的难怪 还要不怕的 坐楼切除后 就要开始进行手术的最重要的义 也是最终目的 改善祥上的淋巴回流 但是面对如此大面积的肿磨切除 切除病变的部位 急易发生淋巴漏 一旦发生淋巴漏 今天的手术 就会功亏一颗 患者本身就是最危险的问题 就是发生淋巴漏 现在手术发生淋巴漏 概率还是很高的 手都是汗没法带了 神主人 神主人重新换了一双手 专用手套 重新上阵 连续十几个小时高强度的工作 神主人的手 由于被汗液浸泡严重 而戴不上医用手套 他的脚因为长时间站立 而变得充血不足 但神主人必须时刻保持清醒 因为在手术台上 失之毫厘 差之千里 尤其是在玻璃 细弱油丝的淋巴管 过程中 稍有不慎 后果不堪设想 晚上九点钟 神主人在打通淋巴回流的入境后 将进行手术的最后一道领管 他必须要联合头颈外科的卫主人 重述想象颈部出现的血管机型 这个手术座的现在 基本上已经可以收工了 小孩从早上到现在 真是得死一生 藏过了手术这个风险的一步 晚上十点二十六分 详想终于从手术室被推出来 文强和珊珊早已在手术室门口等待 晚上十点四十分 详想被送往重症监护室 初后一关主要是一个 方向比较大 会不会 深夜我们有个关落 会不会胜血 创伤确实太难了 他两个点 双脖子两个人 数后第二天 我们在车上看见了想象的爸妈 他们把自己的车 当作一个临时歇脚的地方 无论多晚都睡在车上 因为我算了一笔账 这儿的所有的租店 基本上一夜要三百多 一个月三百多 一个月多少钱 这小一万 我儿子看病还需要钱呢 他钱挺紧张的想象 由于想象处在极易感染期 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拒绝了我们的拍摄情绪 十二天以后 想象从重症监护室 转到了淋巴外科的普通病房 这孩子从重症监护室 到重症监护室 有第十二天 重症监护室之前那天 开始拖肌时间比较长 一天拖二十个小时鸡 十五十六号两天 连续最长拖肠息息 超过三十多个小时 在这期间他们做了CT CT的结果 包括右下肺十遍的部分 都已经明显吸收很多 肺就明显变好了 从这点两点角度来说 这孩子肺功能改善 还是超过咱们预期了 咱回那边 咱回那边好不好 跟那边回那边 好不好 想象的眼神虽然虚弱 但显得还是那么聪明伶俐 似乎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没事吧 嗨 网上好 我给大家唱一首歌 一声一声亮晶晶 方天的指甲地鱼 与你相遇 好幸运 可我已失去 为你泪流满面的绚丽 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 你张开了双鱼 遇见你的注定 她会有多幸运 然而 一个多月以后 就当所有人都等待着想象出院的好消息时 我们却接到了珊珊 带有哭声的电话 让我们震惊的是 此时的想象 头部更加肿胀 她必须时时刻刻 盗着呼吸计 做SU处的时候还没骑呢 10月1号还好好的睡1号那羊 都开到0.5 10月3号开始就不一样 最后还能砍留点渔学呢 是 还能有砍留点 手术以后将近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感觉突然孩子不好了 我想根本问题还是 她淋巴回流 肺率反正可能继续发生了 肺的淋巴回流依然没有改善 甚至预计的更厉害了 深圳淋巴管理论上 才会自己找到她要去的路 形成一个新的回流 想想不能 淋巴管结构不好 也许跟先天发育是有关系的 那么简单 从最原始的理论来解释 就是她可能是失败场状态 我们应该说 尽了我们最大努力 我想了最坏的答案 我们接触了特别多社会的 就是关心 我就想我们另一能回回社会的地方 就是奇观卷走 就这一步才能去暴露点 就这一步才能去暴露点 这波 啊 啊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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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啊 啊 夜清的小米啊 夜后子 哎呦真棒 给老挺一个 真棒 果生做的个平方果了 还有八天 八天 你都想好了 给的果生 四 四 五 五 六 七 八 虽然没有什么好的治疗办法 医生还是每天要对想想 最先力所能及的维持治疗 所有人都希望 想想能挺过她的两岁生日 都不是 真甩的床 哎呦 我们能这么好看呀宝贝 那你擦着头发这行不 啊行啊 嗯好 好了 真买个床 哎呦 你这么好看呀宝贝 那你擦着头发这行不 好 谢谢 很呼吸 不许孩子好 孩子好 孩子好 没事啊 对哎 呼吸 哎 慢慢想起来的时候 很想起来 慢慢就不走 你不用 我不害 就这么睡啊 对 有糖呢 好 好 好 距离想想生日还有一天 起来出零食以后别忘了 我都没有活生了 你念我们活生人 我老闆你把江头捅了 哎呀 哈哈哈哈 哎呀 哎呀 乔乔 乔乔你手里拿个鞋箱了呀 对 真棒 是拜拜 哎呀 拜拜 我 他吃饱了 他吃饱了 拜拜 我是姐姐姐 我是小姐姐 应该说 现在预料虽然这些年很发达 但是依然还是帮不了所有人 我懂了 他走的挺好的 都没闹 对 这样 吃饱了走了 五眼都吃了 能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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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说了 我说的你找我吧 你要回来找妈妈妈妈爱你 喜欢朋友 我也跟他说呢 然后他跟我说好的 他庆祝的说了 好好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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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狗的 的 他走的挺安静的 嗯 謝謝你 出来了 没关系 大家就紧你了嘛 走得挺好的 我感性我不忍 但是我理论告诉我 他这么着 是最好的结果 咱们都为他走了 最好的结果 谢谢你 谢谢大家了 谢谢绝合时辛苦 太好了 我让我们走了